我们是知识 那今天这个知识就是连云这真步道书上 就是我们要住在主里面 主就是与我们成为一灵 这个就是叫活在调和的灵灵 今天二灵城连结在一起调和成一灵的时候 这个灵要成为我们的生活 那这个生活呢就必须要有个经历 这个生活这个就是在经历中我们生命才会成长 所以说感谢主啊 今天这个赐生命的灵进到我们灵里 比如我们成为一灵的时候 今天我们必须变得很敏锐 以至于我们的行事为人发言 或是出于什么的时候 就要很敏锐要经历这个基督 那这个基督要你要说 你光说你接在那个葡萄树上 你知着你还是要长还要结果 你不是就说 我就没有过一个属灵的生活 没有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那你这个永远长不大 所以说我们要 你要长大呢 必须要有一个祷告的生活 而且我说这个生活这个就是要经历的时候 这个就比较有一点难处了 我记得我以前年轻的时候 有一个师母很属灵 她就跟我们 她就跟我们姊妹讲 当你们要去 上市场买菜的时候 或者是你们要买衣服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问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 后来我是没讲出来 我心里想 我到市场去买 买菜买鱼买肉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讲 哎哟这个肉啊 这个肉好不好要不要买 我觉得就是这样 但是我都没有感觉 那难道说我没有感觉 我什么都不要买空空的回去吗 那个时候我心里是这么想的 但是那个时候就怎么样 就是想这个就是我的理念不敏锐 要敏锐的话 你根本你不要问 他里面就有感觉了 所以感谢主啊 就我们这个皆知的生活 要过这个皆知的生活 就必须常常连于那林 连于那林 唯一的路 呼求主祢祷告 常常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 做我们生活的实际 所以感谢主啊 真的求主保守我们 有在这个蜀天的路上的角中啊 一是心思是对人主的 对 对 对 那林的 对 对 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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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明